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理学家菲利普·布里克曼有一个关于幸福感预期的小测试 彩票得主在多少时间内会回到他们之前的幸福感水平 A.一个月 B.半年 C.一年 因车祸至残的人在多少时间内可以回到车祸前的快乐心态 A.一年 B.三年 C.五年 不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 但是心理学家的研究结果是 彩票得主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已经回到他们之前的幸福感水平 如果他们在中奖前是不快乐的 那他们就会回到不快乐的状态 同样的 因为车祸导致残疾的人在短短一年内就能回到车祸前的快乐状态 这个测试结果给我最大的启示就是 幸福是一种能力而非一种状态 英国哲学家大卫修摩曾说 人类刻苦勤勉的终点也就是要获得幸福 我们从生下来的那一刻就不停地追逐 追逐名利地位荣誉 以为这些就是幸福的源泉 所以大多数人把幸福归结买车买房升职加薪 而忽略了相爱的人都在身边 父母康健兄弟和谐 孩子着創成长 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些也都是幸福的一种 到底什么样的人生更容易让人感觉幸福呢 泰勒本·沙哈尔在幸福的方法艺术中将人生分成了以下四种模式 第一种是享乐主义性 这种人生是投掷未来的人生 为了现在的享乐可以牺牲未来的幸福 第二种忙碌奔波性 这种人生是只为了未来的幸福 而痛苦地过着当下牺牲眼前的幸福 第三种是虚无主义性 这种人生放弃了追求任何东西 对过去、现在、未来都不抱任何希望 是一种消极面对的人生态度 第四种是感悟幸福性 这种人生很容易感受到幸福 注重当下也看重未来 认为眼前和未来的幸福是可以平衡的 同时尽可能地发觉 能为当下和未来带来幸福的行动 这四种人生模式显然最后一种更能获得幸福 但只有极少人能够拥有这样的人生 我们大多说人都在过着忙碌奔波的人生模式 生活被各种物质目标所占据 每天不断地追寻各种各样的目标 而忽略了眼前的幸福 为什么感悟幸福型的人更容易获得幸福呢? 一个能感悟幸福的人是有能力把生活过得很幸福的人 他们更懂得做到这三点 第一,专注当下沉淀自己 米哈伊·西卡森特米哈伊说 人类最好的时刻通常是在追求某一目标的过程中 把自身实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之时 享乐的生活是没有挑战的 他们不可能获得幸福的感觉 只有专注当下把自己沉浸在工作、学习 或是你想做的事当中 用心体验你才能获得幸福 当你洗碗时,你就该认真地洗碗 当你扫地时,你就该认真地打扫卫生 而不是一边洗碗一边想着接下来打扫卫生的事情 生活中,我们遇到一件快乐的事情就该沉浸在事情当中 而不是在潜意识当中去想接下来的未知 因为那么做,你便是失去了现在的当下 这是我们的时间和生命,也是这个当下的幸福 杨岚在幸福不再来当中写过这样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 说的是一个失恋的极度痛苦的年轻人 希望得到一点安慰和解脱 因而去请教他 他的回答却是 我无法体会你正在经历的痛苦 更不能给你有用的建议 我只告诉你,享受痛苦 因为往后的余生,你都不会再遇到 因此,无论当下是痛苦、煎熬还是别的所有 都会好起来 有了专注幸福的能力,幸福就不会遥远 专注是一个人最应该修炼的本领 沉淀自己更是一种能力 这种能力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坚韧 不至于在岁月的长河中失去前进的勇气 丧失,感知幸福的能力 沉淀幸福是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寸时光当中 更是我们同这个世界建立最有利关系的纽带 不抱怨时刻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俗话说,积极的人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 消极的人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 不仅能给别人的生活带来快乐 你也很难感受她生活中的不快乐 因为在他们心中,没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 娜娜是我的同事,也是我们觉得最幸福的一个 我们从来没看见过她不开心的样子 她上班已经有四年 丈夫是一名医生,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儿 和身边的人相比,她并不是最富裕的 但是能感受到的,却是她身上的那份实实在在的快乐 她性格温暖,处世大方,带人热情 每天都充满了能量 两个人拉着手回家的场景 幸福是藏不住的 在眉眼里,在每一天的平淡之中 她遇到问题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天空飘来五个字,那都不交事 难过是一天,开心也是一天 我们与其难过的过完一天 不如开开心心的面对生活中的每一天 幸福感无关他人 一个有幸福能力的人,不是因为嫁给了对的人,才变得幸福 而是任何一种生活,他都能积极坦然面对 降低欲望,知足常乐 我们痛苦,往往不是因为我们拥有的太少 而是我们想要的太多 一个懂得知足的人,很难不快乐 而一个充满欲望和贪婪的人,总嫌会觉得自己不快乐 凡事都要和别人攀比,那欲望只会越来越多 幸福感也会降低很多 买了一套房,还想买辆车 买了一辆车,想着房子太小了 应该换套大的 换了大房子,又觉得车旧了 我们总是在不断的拼命追求更多的东西 就会忽视了当下更应该珍惜的东西 比房子车子更珍贵的爱和生命 曾听过这样一句话,幸福的反面不是不幸,而是麻木 小时候我们感受幸福的能力很强 因为一个贴纸,一包蜡条,一张贺卡,一根皮筋 都会让我们玩上老半天 我们会躺在高高的古堆旁边 听妈妈讲一个过去的故事 会在院子里看满天繁星 会在满树的梧桐花旁去月 会看到蓝天,白云,清风,鱼露 但也就是那时,我们会因着这不花一文钱 却有了这昂贵无比的快乐,感到骄傲 但为什么现在长大了,反而却感受不到幸福了呢 也许是因为麻木了吧 既然幸福是一种能力 希望每个人也都能重拾这种能力 从最简单的小事做起,收藏每一个属于你的小确幸 比如,学会感恩,每天记录下让你感动的事情 制定自己的工作和学习计划,并按时完成 工作或学习时放下手机,把自己完全沉浸在工作当中 每天冥想五分钟,回忆下自己曾经幸福的时刻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提醒自己积极面对性的一天 幸福其实很简单 真正过得幸福的人都懂得把握住每一个微笑 而确实的小幸运 好了,今天晚上要跟你分享的内容就是以上这些了 感谢你的聆听 我是海音 想要听到我的更多声音 可以在文章的末尾处找到主播简介 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 听凯音 每天晚上的九点四十分 我都会在这里 等你 晚安 好吗 不确定就别轻弯 我都会在文章的轻弯 感情很容易毁了一个人 一个人若不够狠 爱淡了不离不弃多残忍 你留下来的垃圾 我一天一天总会丢完的 我甚至真心真意的祝福 永恒在你的身上先发生 你还是要幸福 你千万不要再招惹别人哭 所有错误从我这里落寞 别跟着我铭心 刻骨 你还是要幸福 我才能确定我换得很清楚 确定自己再也不会占据 你的篇幅明天 开始这一切都结束 换我钥匙的背方 我觉得再见可以很单纯 我甚至真心真意的祝福 永恒在你的身上先发生 你还是要幸福 你千万不要再招惹别人哭 你千万不要再招惹别人哭 所有错误从我这里落寞 别跟着我铭心 刻骨 你还是要幸福 我才能确定我换得很清楚 确定自己再也不会占据 你的篇幅明天 开始这一切都结束 你还是要幸福 你千万不要再招惹别人哭 你还是要幸福 从我这里落寞 别跟着我铭心 刻骨 你如果很幸福 半夜的简讯 我就无需恢复 因为你的爱心已经有了荣山之处 我也能有最纯彩的孤独 最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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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